首先第一件事情从这边选到这里 常用底下的复制 然后在这个地方 请进行常用贴上里面的选择性贴上 请用值确定 就是我只是把他的值贴进来 针对这个内容去做插入底下的建议图表 第二个 这就是他的散布图 可是他的散布图不能够加标签 这是唯一可惜的 好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这个是散布图 这张散布图 我的水平轴其实是销售额 也就是x轴是销售额 y轴是利润 然后这张图很重要 有一条趋势线点 所以你这个家就可以找出来了 谢谢观看